我们第二个环节就是今年的才艺挑战环节 你看我们今年除了饺子 然后这边还有就是挑战味道 是怎样已经开始决定 我想问你们还会找沈澄老师点评一下吗 所以你很期待他今年再给你一些更好的评议 对啊 你预测一下沈澄老师会怎么评价你自己爱的作品 我觉得他应该也猜不到哪一个是我吧 就你的作品还蛮好人的特征还蛮厉害 对对对对 所以你先包一下吧 我们看看你今年的 我想问这一次应该让沈澄老师吃啊 他是高估了自己的手艺低估了我的食欲 他有时候他观看外表我觉得他感受不到 他得这个东西用来吃的嘛 又不是看 对吧他要点评作为一个资深的点评人他应该得吃 可是你刚祝福了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我擦了手了你看不到吗 你这样吃你的 我要戴口交擦手也不能吃了 可以吧 所以我们最练让他尝一下你的饺子 嗯 沈澄老师你一个拍到 这个是有人做出来了 收拾的是成功吗 没收拾的 哇 哇 这个 我觉得我输了谢谢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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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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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有人做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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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 就有人做 够了 这条东西赢了 让沈腾老师一包口服给他做一个 我想问这个用来干什么 就是你的面有时候太黏了嘛 然后你就 太黏了 对 你在做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快乐快乐 对 回家过年亲戚的小孩特别喜欢一个明星 对这明星是你的朋友的前提 缠着你要他的签名照你会怎么办 给他 帮他 那最近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小孩 有要过谁的签名照吗 没有 真的没有 那要你的多吗 不多 也没有 他们都比较少关注娱乐圈 那过年参加一下一个聚会 犯主让被长辈Q到表演前 你会怎么 等一下你别笑 是这样吗 软一点吗 可是你弄的未免有点太多了吧 终于 过年参加家庭机会 饭桌上被长辈Q到表演节目 你会怎么办 我会立马开大屏让他们看视频 就是看你的演唱会视频 对对对对对对 ungs 저 â part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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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ust formulate 您有什么挡奸对对我 我 我的 呃 长辈们都不喝酒 真的真的很少喝酒 没有没有 能修饭局吗 比如说一些领导 我好想出去吃饭局 基本上我都在家修饭 那来串门的邻居叔叔阿姨 热心想把你和他们家孩子 拉成相亲的队 你会怎么办 那试一个呗 试一个 试一下呗 见见面聊要是呗 对啊 首先看他的爸爸妈妈 什么长相吗 这你还是个眼孔 当然了 你听到过的 CC朋友林志峰 最好笑的语言 是什么 最好笑 有有有有 有一个亲戚 就真的是一直说 哇 崇伟霆原来你这么有钱 从小到大 我跟你妈妈这么熟也不知道 然后你哥哥是开传物 然后你是富二代 然后你有多少动物别墅什么的 他真的去看那些假新闻 一些营销 对 还是从小认识的长辈都会看 对对对对 他说哎呀你骗了我这么久啊 就这样 所以你当时有跟他认真的重新吗 还说玩笑带过 带过吧 带过吧 对 因为鼠年都是一个十二 是不消的开始的 嗯 你还记不记得你十二年前 就那个鼠年还记得当时过年的场景吗 还记不记得 十二年前啊 对就你现在的岁数记得十二 二十 二十二 二十二十 对当时过年的场景还记得吗 就是我以前我每一年过年 我都会基本上跟我妈妈一起过呢 嗯 对啊 这反正就是也是在家里 就不在房间进去之类的 对啊对啊 哎就稍微幼有点有 后面也是有高的 哇这个角色厉害 他怎么厉害呢 因为他里面的东西多 嗯 如果沈谭老师吃的时候会觉得很幸福 我觉得他 哈哈 里面这一切 哇这你觉得里面有东西吗 这个东西 但你不怕什么 我要吃人家噎着吗 不是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有进步 哦好 好好的 对啊 站不住 算 我后面再给你闭个眼睛 展示一下 然后自评一下 跟你去年的朋友有没有进步 觉得今年怎么样 今年就是因为我是特别 关心大家嘛 就是现在不能去人有多的地方 所以你不能出去餐厅啊什么 尽量不要去 那在家吃一个这样一个就够 哈哈哈哈 哇 哇 是什么 你对 你不能去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